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 企业组织与管理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这门课程是企业组织与管理 今天进行的是第15讲 我们探讨的是沟通和协商 在现场我们是请到了 台北商业技术学院企业管理 管理系的黄瑞杰黄老师 跟大家一起来讨论黄老师 大家好我是黄瑞杰老师 很高兴在空中跟各位同学相会 我们看一下讲授大纲 我们会先谈到沟通的意义方式 沟通的程序和存在的障碍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协商跟谈判 谈判的模式有什么 以及我们会举一个上班族 争取加薪的一个案例 好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沟通 沟通是指一方把资讯和意义 经由共同的管道传递给另外一方 在中文里面最早是在左传 埃公九年里面就有记载说无尘 沟通江淮 这里面的意思就是说 开辟这个沟举使凉水能够相通 所以在中文里面最早是这个含义 那么今天已经把这个沟通 把它的意义扩大 到了彼此人跟人之间的一个相通 在英文里面所谓的communications 指的就是传播互通 那么它的原文是拉丁语 它的意思是说分享建立起共同的看法 这个是我们沟通的意义 有学者研究呢 就是一个经理人他一天平均会花上 百分之七十五的时间来做不同形式的沟通 比方说开会 谈话 电话 批阅 或者说撰写报告等等 那么这些方法呢 也都显示了有很多不同的沟通的方式 有的是言语的沟通 有的是文字 又肢体语言 那么这些呢 都是在传递我们的一些讯息 那么今日呢 到internet时代里面呢 又有了新的网路沟通的方式 我们先看一下言词的沟通 就是verbal communication 那么言词的沟通里面呢 是包含的由口语文字 那么口语就是面对面的谈话 电话的联络等等 口语沟通的优点呢 就是非常的快速跟马上回馈 那么缺点呢 就是没有办法做出一个 比较完整的一个记录 那么文字的沟通呢 我们就可以用书面的形式来呈现 比方说备忘录 我们的信件刊物 或者是我们的报告 气化案等等 那么所以呢 这种的沟通呢 是说说听读写的一种能力 那么这样子才能够有效 避免我们可能产生的一些误会 第二个呢 就是nonverbal communication 非延迟的沟通了 在呈现肢体动作的沟通行为里面 它被传递的信息是怎么样来解读 有研究显示它的意义呢 7%是来自语言文字的内容 38%呢 是来自口语声调 剩下55%呢 就是来自脸部的表情 和身体的肢体动作 所以呢 我们就知道 非延迟的沟通里面呢 最重要不是在语言文字 而是在你的身体的行为 比方说在酒吧里面 一个微笑 或一个身体的一个行为 一个挑逗的一个动作 都会给对方呢 传递出很多一些讯息 那么从身体语言所传达的讯息呢 也可以分为两个重点 一个呢 就是某人喜欢另外一个人 或者是说呢 对别人的一个观点 感兴趣的程度 这是一个讯息 那么另外一个讯息呢 就是两人之间 身份地位的一个差距 再来呢 就是网络的沟通 我们现在呢 拜科技之次 在网络的虚拟世界里面 呈现了另外一种沟通的形态 因为交谈的时候 看不见彼此的相貌 所以呢 很多的因素 比方说我们的性别 年龄 教育 地位等等 都被隐藏了起来 所以呢 真实世界里面 人际互动 所必须依循的一个常规 在网络里面呢 就没有意义 在解除了这种的束缚之后呢 网络的沟通 它会呈现出一种 更自由 更直接 甚至于说虚伪的一种形式 所以呢 这都颠覆了我们过去 传统的一种方法 那么另外在企业里面呢 也可以借由网络 做视讯会议 进行一些议案的讨论 那么在这种 虚拟不实的情境之下 应该怎么样来开会 怎么样来表达自己的意见 怎么样来做一个整合 和规范 这个都是我们必须要面临的 一些新的问题 好 接着我们想请黄老师呢 来跟我们讨论一下 沟通上的一个程序跟过程 好的 接着下来由我来讨论一下 沟通的程序 沟通的过程始于发训者 想要把某一些的资讯 让收训者收到 这些资讯呢 必须要经过编码 成一个可以被传送的方式 例如像文字 或者是语言 讯息在经过 透过不同的管道 例如说电话 或者是email 传送给收训者 这个收训者呢 再将这个讯息呢 编码成他可以了解的形式 收训者在解读了讯息之后 可能也会对发训者 做出一些回应 而在整个沟通的过程当中 常会有一些噪音 或者是干扰 来阻碍了整个 正常的沟通的进行 例如像电话 铃声 突发状况等等 这些都会对沟通 形成的障碍 这个过程呢 如下图所示 整个沟通的程序 在最左边的部分 是所谓的sender 也就是发训者 发训者呢 透过了讯息的发送 到了讯息的编码 然后呢 透过不同的管道 例如像电话 以及email 来给收训者 收训者呢 接收了这个 发训者的讯息的接收之后呢 经过 透过了讯息的编码 然后呢 收训者也有可能会 将某些讯息 解读编码之后呢 回馈给所谓的发训者 来对发训者 做出一些回应 但是这其中呢 一定会有一些的noise 这个可能的noise 来说的话 来自于它的噪音 或者是干扰 例如说电话铃声 或者是突发状况等等 有可能呢 对于整个沟通的程序呢 造成了一些障碍 接着下来 我们举例说明快乐的沟通 有一天 旅馆的客房经理 发现浴巾 常常遗失 因此呢 他在客房里面 贴了一张纸条 就是说 凡是在本客房 偷取浴巾者 将移送警局法办 那经理呢 在第二天的时候呢 又做了一件事情 那第二天 旅客就发现 纸条改了 经理做了什么事情呢 经理又改成了 一个字条说 警告旅客 请勿擅自取走浴巾 以免触犯法律 但是呢 在第三天的时候 又改成说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浴巾 请洽客房部 以免拿了旧浴巾 却要付新的浴巾的钱 因此呢 这个沟通的例子呢 就可以让我们知道 如果是一个快乐的沟通 将能无往不利 接着下来呢 我们请同学们 观想两部影片 就到这里了 尤详ätzlich idée A video calling 3G,pictures speak as much as words This here is my sector This here is the most important device This device is the most important device This device is the survival radar Mayday Mayday Hello, can you hear us? Can you hear us? Can you... Hold up We are thinking We are thinking Hello This is the German Coast Guard We are thinking We are thinking What are you thinking about? Which are you thinking about? This has been a complicated story What are you thinking? 說這個男生對他有意思 這也是一個 蠻有趣的一個溝通的短片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在剛才我們談到了 溝通的一個過程 我們現在來談溝通的障礙 就是在我們整個 溝通的過程裡面 都充滿了很多的噪音 這些噪音會干擾 我們正確訊息的一個傳遞 所以我們被傳達的訊息 可能只是實際裡面的一部分 而溝通也常常會被扭曲 那麼原因就是發訊者 或者說收訊者 跟我們的溝通管道這裡面 都可能會發生問題 第一個我們先看 發訊者的問題 溝通的過程是 是死於這個發訊者 所以發訊者有責任 必須要確保訊息 是被正確無誤地傳遞 但是傳訊者常常因為想要討好 收訊者 他會做一些過濾 什麼意思呢 就是他會操縱這個資訊的內容 因為你報告的對象 可能是你的上司 所以你只會講一些 你上司喜歡聽的話 而掩蓋了其他的事實 例如說一個職員 在犯下嚴重錯誤的時候 他會把部分的事實 跟他的上司講 那麼在上司發掘更多的真相 想要更正錯誤的時候 這個職員他是不會提供 對他不利的一些資訊 所以這是發訊者的一個問題 那麼另外一個就是收訊者的問題 主要的是說在於說 他有沒有注意到傳來的訊息 會不會產生一些誤解 或者是說他不願意看到這些訊息 通常這個我們會稱之為 選擇性的知覺 就是依照收訊者他的一個背景 他的興趣 他的動機 他都會針對這些訊息 來做不同程度的解讀 例如我們在看報紙 那麼兩個人都看 那麼看了五分鐘之後 我們可以問說今天有什麼新聞 那麼兩個人所講的都會不一樣 甚至說同樣的新聞 他們的解讀也會不同 就是這個原因 第三個就是溝通管道的問題 就是我們這個訊息 是來自四面八方 都湧到我們這個系統裡面 所以如果說overloading 就資訊大量進來 資訊已經複合過重 這個時候某一些重要的訊息 就可能被漏掉 或者說我們理解錯誤了 比方說公司裡面的垃圾郵件 太多了 那麼員工都會花很多時間 來處理它 那麼也有可能會刪到一些重要的訊息 那麼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同時使用很多相互衝突 溝通方式的時候 也會有這個問題產生 比方上司他說他不會生氣 他不會生氣 但事實上呢 他的雙手是抱胸 而且臉是臟紅的 所以很明顯 你的肢體語言跟你所講的話 這就產生了一個 讓部署困惑 那麼我們在這邊也可以看一段VCR 看他的內容 Hello 他們問多少錢 那是一盒錢的錢 我疼愛告訴你這個 但你已經被拘捕了 你聽到嗎 你被拘捕了 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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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 West 一個開放的同時機器人 好 同學我們剛剛看那個 溝通的問題呢 就是他是明明在講手機 但是因為不巧 正好被那個老闆 聽到而且在他的後面講 所以以為說他要搶劫他了 就產生了後續的一些打鬥 這也是我們在溝通發生的一個 誤解的現象 好 接著我們就來談一下 協商跟談判 我們請黃老師做一個說明 好的 接著下來由我來討論一下 協商跟談判 協商衝刺在組織當中 人際之間的一個互動上面 例如管理者當局 和勞工階級的協商 或者是銷售人員 和客戶之間的一個協商 人際之間發生的衝突 也可以藉由協商來解決 而所謂的協商 negotiation 有時候也翻譯成 協議或者是談判 也就是指著雙方或者是多方 交換物品或者是服務的時候 試圖約定一定比例的一個過程 我們可以從這個 協商談判試意圖當中看得出來 如果說一個產品的A方 是買方的話 他所希望的當然是買得越便宜越好 也就是他的目標價格是80塊的話 然後他出的最高價格如果是90塊 那B方來說的話 如果是賣方的話 他希望賣的價格就是越高越好 因此他能夠最低的底線價格 賣的價格是88 但是他的目標價格如果是100的話 我們可以知道這樣子的一個重疊的部分 就是88到90元之間 也就是說他們協商談判的價格 就在88到90元這個區塊當中 那接著下來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圖當中可以了解到 在台北市的一個 房地產的價格是居高不下的 那在這裡面當中 這個協商談判來說的話 就在這區間當中 去做一些談判跟調整 那有關於協商模式當中 協商一般來說的話 可以分為兩種模式 一個就是分配式的協商 另外一種就是統合式的協商 前者是零合狀況 而後者就是追求雙贏 什麼是分配式的協商呢 這種協商是基於彼此的對立 結果不是我贏就是你輸 所以呢是零合的狀態 可以用到的資源也是相當有限的 在進行協商溝通的時候 重點就在於說服對手 了解達成他目標的不可能性 並且能夠接受我方提出的一個 解決方案 但是統合式的協商 這種協商雙方關係是較為長期的 可以分配的資源也是變動的 追求的目標是雙贏 所以呢這種溝通協商的方式 是比較受到大家的歡迎 因為呢最後沒有輸家 可以化解對立的一個敵意 但是在進行的時候 必須要彼此要開誠布公 坦白所關心的事情 以及維持彈性的一個意願 而在這個組織當中 是不常見到的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分配式的協商 以及統合式的協商的比較表 在分配式的協商 在可用的資源當中 它的資源是固定的 可是統合式的協商 它可分配到資源卻是變動的 而在動機的方面 分配式的協商是我贏你輸 但是統合式的協商卻是雙贏 而在主要的利益當中 分配式的協商是彼此的對立 所以統合式的協商是彼此的一致 那在關係的部分 分配式的協商是短期的 但是統合式的協商卻是長期的 我們謝謝黃老師跟同學做了一個說明 那麼這個分配式的協商 我們常常都會陷於它的一個迷思裡面 認為說我們在做一些談判 在買一些東西 或者說在買一些不動產的時候 都會認為說不是我贏 就是你贏 但事實上如果說我們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我們也可以追求一種雙贏 那麼就是統合式協商跟分配式 不一樣的地方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待會再回到現場 好 那麼接著我們會有一個例子 就是上班族怎麼樣透過談判協商 來爭取加薪 我們請黃老師跟同學做一個介紹 好的 我們來討論一下 上班族如何爭取加薪 但是我們先了解一個 統計的資料 一個調查發現 根據Smart的致富雜誌 致富的月刊跟Yahoo的理財網 合作的一個調查 在2019年發現 在1222位的受訪者當中 有42%的人至少三年沒有調薪 近兩年完全都沒有調薪的人 更高達到59% 而在受訪者當中 前一次調薪有45%是 公司主動地提出 同時有72%的人 表示他從為自己 為自己主動爭取加薪過 但是受訪者當中卻有74%的人 認為應該被調薪 但是只有22%的人 會主動向老闆來爭取 大部分人還是在等 希望老闆能夠主動地來調薪 在這張圖當中 我們討論的是 上一次薪水調漲是什麼時候 我們可以知道 這近三年來 至少沒有調漲過薪水的人 高達到42% 接著下來我們看到這張圖 這張圖當中顯示的是 有45%的部分 是公司主動提出來的 那在這張圖當中 我們可以看到 如果為自己自己加過薪水來說的話 是有72%的人沒有為自己爭取過加薪 在這張圖當中 我們可以看到 受訪者有74%的人 認為應該被調薪 接著下來我們看到的這張圖 顯示出來22%的人 會主動向老闆爭取 所以大部分人還是在等 希望老闆主動自動調薪 接著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上班族如何為自己爭取加薪呢 首先我們要考慮到的就是說 公司是否能夠賺錢 是提出加薪問題之前 最需要考慮到的事情 假設這家公司不賺錢 老闆可能沒有能力給同仁加薪水 這時候要向老闆提出加薪 成功的機率是很低的 公司如果賺錢 部門表現優良 這時候呢 員工是否能夠加薪成功的關鍵 就在於你的主管的意願 以及實力 主管如果願意替你爭取的話 確實有很大的加薪機會 主管如果不願意幫你爭取的話 加薪可能性自然也會降低 在跟雇主上談判桌之前 首先必須要先做好功課 來了解大環境 其次是要挑對談的時機 最後還要一個叮嚀 就是上了談判桌的時候呢 要注意說話的技巧 避免給人要東西的一種印象 所以呢 這裡面當中有包含了幾個步驟 步驟一就是要了解產業和公司的動態 如果公司都活不下去了 如何成功談加薪 上班族必須要用心來研究 所屬公司的產業 它的前景好不好 公司的經營有沒有問題 如果對於公司的營運掌握度不清楚 貿然向老闆提出加薪的要求 一個不留神 可能從被列入裁員 或者是優先逼退一個黑名單當中 在步驟二當中 我們可能要討論的就是 衡量老闆失去你之後的痛苦指數 公司經營如果能夠持續向上 談加薪的可行性自然大增 不過呢 你還得要分析自己在公司當中的角色 以及重要性 簡單來說就是衡量老闆失去你的 痛苦指數有多高 我們呢 可以先了解所處的組織 在公司的一個高度 看部門的績效 是不是容易被看見 其次呢 則是衡量自己在部門中的一個重要性 如果你是在部門裡面當中 經驗最淺的人 貿然去提加薪 則可能換來的是老闆說goodbye 在步驟三的部分 是將貢獻文字化數字化 要讓自己變成關鍵性的人才才是加薪升職的不二法門 除了容易看到績效數字的一個業務部門以及研發部門之外 其他部門的員工也要試著將每一年年初老闆定下的工作目標 轉換成文字數字來落實 步驟四呢 是瞭解薪資的水準 如果自己的薪資在職場當中的行情是屬於偏低的 談加薪就比較容易 相反的如果是屬於高水位高水準的話 獲得加薪的機會就不太大 這時候最好能夠從提升能力責任以及尋求職位的進階來著手 才能夠持續帶動薪資的增進 好 謝謝黃老師跟同學做一個說明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我們談判的時機 什麼時候來談加薪是比較好 那麼第一個時機就在年終績效審核的時候 這個就是我們爭取加薪和年終獎金最佳談判的時間 和長官或說老闆在做一些績效面談的時候 不能說腦袋裡面是一片空白 我們一定要事先把我們前面黃老師所說的 那個四項的功課全部都做好 最好是能夠有一個書面的資料 然後老闆在找你談話的時候 就可以適時地提出這樣一個資料 然後提升自己比較有利的一個地位 那麼這樣子做的話 縱然老闆沒有當下承諾為你加薪 但是他也會把你列為一個優先的人選 那麼第二個時機是什麼時候呢 就是職務升遷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想說那你職務升遷不就已經加薪了嗎 但是我們要知道你這個加薪是加一點還是加到滿 千萬不要說只澄清在說植物升遷的一個喜悅裡面 同時呢你也要知道說你伴隨來的責任是什麼 那麼你必須要爭取四度的一個加薪的幅度 第三個時機呢就是當外界向你招手 要挖角你的時候 有人在向你招手的時候呢 也是談加薪的一個很好的時機 特別是如果老闆心中的痛苦指數比較高的員工 通常老闆也會願意把這個薪資跟職位呢 做一個適當的調整 然後呢留住加一個員工 好接著呢我們來談一下我們在說話的時候的一些 要注意的一些話術 如果我們前面所講的這些 第一個就是大環境是沒有問題 第二個我們的timing也來了 這個時候呢就要注意我們的話術 這個時候呢一定要以退為進 千萬不能夠直接開口 所以要求加薪那麼下面呢是有三個話術 可以容易獲得長官的肯定 第一個話術你可以這麼講 說我未來呢想要多承擔一些責任 希望說能夠多為公司做一些貢獻 不知道長官你覺得我家的想法怎麼樣 那麼在年度績效面談的時候呢 我們開口談加薪的時機 這個時候呢我們可以用我們的績效 或者說長官呢對我們一個期許 我們提出一個更高的一個標的 我想要承擔更多的責任等等 從這樣一個來開場 如果說你的一個想法 你提出的一個計劃能夠獲得長官的肯定 那麼就可以進一步再來談後續的 第二個話術就是說如果我能夠達成目標 長官能不能為我加薪 就是公司已經給你訂了一個績效的目標 但是你給自己訂一個更高的目標 然後呢來跟主管來談 這個時候呢就要用一個如果 作為一個假設的一個前提 藉機呢也來詢問長官 說你對這樣子一個更大的一個目標 你的一個看法 如果說在這次談不成的時候呢 他也可以了解你的一個企圖心 跟別的公司員工呢是不一樣的 那麼第三個話術呢就是說 就是說我目前的薪資呢是低於業界的水準 我不知道要怎麼做才能夠達到 就業界的一個水平 那麼這個時候呢也是我們 可以採用的一個話術來幫助自己呢 做一個加分 所以今天所談的多半都是我們重點 那麼也希望同學呢能夠知道說 談判或者說溝通的一個重要性 謝謝同學收看我們下次再會 謝謝同學 謝謝同學 謝謝同學